每天宅家不知道是什么 可以关注我龙小厨 让您的家常才丰富起来 很多人在家做腌萝卜的时候 喜欢一开始就放眼 难怪做得不好吃 今天就把价值百万的腌萝卜方法 分享给大家 记得点赞收藏 切好的萝卜收入盆中 加小半碗糖 这才是腌制萝卜少聚的关键 抓匀腌制半个小时左右 腌出水分 烘碗中加入一勺生抽 陈醋 一勺白砂糖 搅拌均匀 这个简单的料汁就调好了 记住千万不要用水清洗 把水分挤干 这样吃到过年都不会坏 接着加浆蒜片 青红辣椒圈 倒入调好的料汁在家里 越挤干越好 其他任何调味料都不需要放完 抓拌均匀 腌制20分钟